地球妈妈惊喜地发现 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躺在自己的家里 眼看周围没人 地球妈妈抱起了她 神奇的是 小婴儿一点不害怕她 还爬到了地球妈妈的身上 从此地球妈妈每天不仅陪宝宝玩耍 还给她讲各种生动的故事 别提多幸福了 但过分的溺爱 让小宝宝开始叛逆 肆无忌惮地消耗起了地球妈妈 更随着年龄的增长 宝宝学会了吸烟 地球妈妈已经被污染了 腰都支不起来了 但她还在努力地保护宝宝 直到被她消耗得精疲力尽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地球妈妈已经被浓烟熏得 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但宝宝却根本没发现 还顽皮地想要叫醒她 直到这时 她才发现 地球妈妈的心跳十分不稳定 她想拼命地挽救 可已经来不及 有些人真的是失去了 才知道这一夕 宝宝后悔极了 几天后 为了能让地球妈妈获得重生 宝宝想尽了办法 她不仅戒掉了自己吸烟的坏毛病 还在地球妈妈的生命线上 种上了无数棵的大树 用自己全身心的爱 去滋养地球妈妈 不久后 地球妈妈终于活了 宝宝也不再是那个 不经世事的婴儿 而是成长成为了 有责任 有爱心的大男孩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也都是地球妈妈的孩子 请珍惜我们这个大家庭 保护环境 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这个男人十天没有喝水了 却突然尿急 刚好看到旁边的铁桶里 有一堆火没面 这不太危险了吗 就想用尿把火熄灭 可突然 怎么回事 火怎么越烧越旺了呢 更加让他奇怪的是 自己的尿竟然黑乎乎的 吓得他赶紧跑去医院检查 结果医生却告诉他 那是石油 医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怪病 于是便叫他去走廊里等结果 男人也是一脸的懵逼 原来就在白天 善良的他曾经帮一个小铜人 擦掉身上的毒鸭 等他走后就出现了怪事 铜像里竟然滴出了一滴黑色液体 是小铜人赐予了他超能力 而男人却一无所知 傻傻地等医生解密 然而他等来的并不是医生 而是一群壮汉 他们不由分说地将男人绑上了车 原来这是一辆研究所的车 他们要拿他做小白鼠 男人意识到了巨大的危险 突然他又开始尿急 研究所的人只好 将他带去小树林里方便 这时男人的尿液 已经流到了研究人员的脚下 突然研究员手里的打火机 一个没拿稳就掉到了地上 火势迅速扩大 男人一看 这是个好机会 趁他们慌乱 赶紧开溜 男人走了很久很久 被饿晕了过去 这时一个女孩发现了他 还把他救回了家 可等男人苏醒 却看见了一个油腻大叔 这时女孩端来了 为他准备好的午餐 男人这才安心 村长准备当他吃饱后 再送他离开 途中他看到了很多生锈的机械 了解后才知道 这个村庄里全是老人 年轻人都去外地打工 很多机械因为没有油 都没法工作 他们也无法种出庄稼 男人一听 为了报答村民们的救命之恩 他捡起了一个瓶子 天呀 男人将自己的尿 竟然倒进了拖拉机里 下一秒 机器竟然启动了 这可把村长惊呆了 他意识到 这个男人肯定尿出的是石油 这不发财了吗 看见男人要走 村长赶紧把他拦住 还以帮助这里的村民为由 强行留下男人 并特意为他安排了科长的职务 目的就是让他生产石油 从此男人每天不停地喝 不停地喝水 来确保自己能产出200吨的石油 村子里所有的机器都能正常工作了 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但村长就诃骗村民 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 一边得到所有村民的尊敬 一边还想要男人产出更多的石油 男人虽然感觉有点吃力 但想到白天 他看见村民们高兴的样子 还是硬着头皮 答应了下来 这可把狡猾的村长乐坏了 原来贪心 真的能让善良的人变坏 女孩善意地提醒男人 但善良的男人 却叫他不要担心自己 因为能帮助别人 他就很满足 这天突然停电了 男人去查看电路 却发现了村长的秘密 原来他把一些油桶 贴上了售卖的标签 男人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村长是想利用自己发财 男人恼羞成怒 并质问村长 哪知村长根本不想解释 还臭不要脸的 把男人绑了起来 强迫他产出更多的石油 男人被绑着 囚禁在密室里 并强行被插根管子 因为男人有个超能力 就是只要喝水 就能尿出石油 但男人死活不肯 眼看膀胱就快憋炸了 突然一个女孩闯了进来 还迫不及待地 解开了捆绑男人的绳索 两人连夜逃出了村子 还找到了个破旧的屋子 暂时安顿 男人十分恼火 自己的超能力 但女孩却鼓励他 让他去拯救世界 男人像是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于是便和女孩 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可村长发现 他们逃跑后暴怒 他怎么能放过 这么发财的机会 于是派出恶犬到处搜查 并很快就抓到了他们 突然 一群武装人员闯入 并要求交出男人 更可恶的是 他们想让男人变成机器 产出更多的石油 好来征服世界 但这样 村长的发财梦也会破灭 于是双方争持不下 男人看透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知道自己横竖都是死 于是男人拿出了一根火棍 想要和他们同归于尽 但万万没想到 这次男人尿出来的并不是石油 而是真正的尿 原来男人因为爱情 恢复了正常的自己 还意外拯救了世界 从此村庄又一次恢复了平静 村长也安分了起来 善良的男人决定留在村庄 帮助村民 毕竟这里是他曾经最快乐的地方 他还迎来了人生第一个宝宝 但这个宝宝可不得了 他的尿竟然会发光 你们猜 这次会是什么超能力呢 如果你不小心掉进巧克力池里 该怎么办 首先是啥也不干 把你的头露出来保持呼吸 然后再等待救援 这个男人是个十足的吃货 因为偷吃 不小心掉进了巧克力池里 等到消防队员赶到时 男人就只剩下脑袋 露在外面了 但巧克力的密度很大 男人呼吸非常困难 于是消防员就赶紧拿来梯子 然后坚固的架到巧克力的桶上 他们想用两个人的力量 将男人拉起来 但巧克力的密度极其高 包裹着男人足有几吨重 他们根本拉不动 突然 消防队员差点掉了下去 更糟糕的是 男人由于力量的拉扯 让他又陷得更深了 而且巧克力还在不停的凝固 如果再不及时把男人拉出来 男人不仅会因为无法呼吸而窒息 还会和巧克力融为一体 他们赶紧拉起男人的头 将一根管子插进男人的嘴里 来确保男人能呼吸到空气 但男人还是因为体力不支 陷得越来越深 眼看两个消防队员 就快拉不住男人了 他们的队长 突然看见了牛奶箱 于是他赶紧用一根管子 将牛奶倒进了巧克力池里 想用牛奶来稀释巧克力 再用两把铁锹拼命的搅拌 来加快稀释速度 降低巧克力的密度 果然 几分钟后 男人被成功的救了上来 所以贪小便宜 吃大亏 这个杀手太狠了 他可以万美开外 击杀任何目标 今天的目标是个亿万富豪 他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杀掉他 他先用望远镜 确定好了目标的方位 然后再拿出图纸 开始绘制路线图 再举起大拇指 精准的测量好 每一颗子弹行走的路线 再做好最后的矫正 接下来 就是要制作个神仙子弹了 先用钳子敲六下 然后再轻轻用力扭动 拔下弹头 倒出里面的弹药 又拿出了一包药包 再使劲用力 敲碎摩擦 将碎末也倒在同一张纸上 把它们包裹在一起 重新倒进子弹里 这样的子弹杀伤力极大 随后再装上弹头 放在纱纸上 用力摩擦 有间游戏的弹头 不仅可以减少风的阻力 还可以将速度提高五倍 然后男人又捅了捅枪口 将枪架好支架 等着手珠带兔 没话的功夫 目标就出现了 男人舔了一口大拇指 精准地测试到了风速 将子弹装上膛 再次调整姿势 并不断地矫正方位 一切准备好后 手指轻轻放在了板机上 下一秒 男人死死地盯着屏幕 开始倒计时 突然 随后潇洒离去 小男孩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个巨大的变异病毒 外壳足有两吨重 他们不停地呼吸 并且像空气中 喷射有毒气体 而且繁殖极快 一夜之间 就霸占了整个城市 看到的人类都被吓坏了 纷纷躲在家里 不敢出来 当地政府也发出了黄色预警 更为了预防病毒的传播 工厂不得不停止生产 学生也只能暂停上课 直到几天后 人类并没有发现什么可怕的疾病 反而气温变得越来越舒服 因为就在未来 人类大肆破坏环境 导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严重超标 所以属于海洋气候的东京 气温也跟着急剧升高 一时达到了人类难以生存的温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东京不得不暂性性地停止生产 一时间导致东京很多人失业 更惨的是 他们就连用电也会被随时掐断 政府工作人员 哪怕是在100度的高温天气工作 也不可以开空调 所以如果灾难分等级 这无疑是灾难中的灾难 就在这时 小男孩又发现了可怕的东西 城市上空出现神秘病毒 他们一夜之间就霸占了整个城市 这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开始的时候人们十分恐惧 但经过调查 这是一种外星病毒 名叫普纳达 右体就像极了肉球 喜欢寄生在大型工业烟囱上 以吸收二氧化碳为生 所以释放的毒气 短期还不会给人类造成伤害 相反 由于他们的出现 大量的二氧化碳被消耗 东京也迅速降温 人们又开始过上了有空调可吹的幸福日子 再也不用担心空气污染问题了 各地方也开始复工 一时间经济又飞跃到了新的高度 人们开始崇拜这种病毒 希望它能更多的繁殖 政府也产生了侥幸心理 放任不管 更为了庆祝这一变化 向我们国家租建了四只大熊猫 来繁殖后代 消息一公布 国民更是热血澎湃 但发现病毒的小男孩 却一点不开心 因为爸爸整天忙着赚钱 根本没有时间陪自己 很快这种病毒就越来越多 不仅寄生在烟囱上 还会跑到高楼大厦上 而且慢慢的 形状越来越诡异 人类做梦也不会想到 危险即将来临 神秘病毒出现在城市上空 竟然长出了坚硬的外壳 而且马上就爆炸的样子 秘书长赶紧报告给政府 但他们却只关心 普纳达是否还在吸收二氧化碳 因为普纳达不仅可以给他们带来 舒适的环境 还能让他们的经济飞速发展 突然 普纳达停止了呼吸 小男孩害怕极了 想劝告大人们 却被爸爸冲骂一顿 只见吸饱了的病毒 又开始迅速膨胀 下一秒 东京所有的病毒 都在发射出闪电后 发生了大爆炸 人类也受到了重创 爆炸整整持续了几个小时 人类刚缓过神来 定睛一看 原来的大肉球 竟然变成了盛开的花 像烟花一样 不停的向外喷射包子 东京的人们都纷纷的欢呼起来 就连政府药员 也称赞这种病毒的伟大 他们都在庆幸 普纳达没有抛弃它们 尽管这种花很可怕 但人类依旧享受着 外星病毒所带来的好处 很难想象不久后 这个城市还是否存在 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 才能避免灾难的发生 男人有一只奇怪的双手 只要摸了什么 什么就会立刻死亡 无论是天上飞的 还是地上走的 他都会神不知鬼不觉的 让他闭上眼睛 直到这天 他发现了一只迷人的小鹿 刚要伸手去摸 就被警觉的小鹿发现了 他吓得赶紧逃跑 男人迟疑了片刻后 也追了上去 但这次 男人并没有伸手去摸 反而害怕伤害到他 为了能时常见到小鹿 男人开始偷偷地跟着小鹿 下雨时 男人会主动 帮小鹿遮风挡雨 喝水时 又悄悄地陪伴他 含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渐渐地两个人成了好朋友 每到月圆之夜 他们都要一起在夜幕下 欣赏月亮 如果月亮不圆 男人就会趁着小鹿睡觉 偷偷地跑过来 陪着小鹿一起睡 这让本就生活在黑暗里的男人 终于看到了一丝亮光 但也成了男人一生的痛 很快寒冬将至 小鹿的族群们要迁徙到南方过冬了 可小鹿却留了下来 因为他舍不得这个朋友 就在男人很诧异的时候 小鹿突然将自己的头 深深埋进了男人的手里 原来小鹿生病了 他早就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男人痛心地把他拥在了怀里 小鹿终于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总有万般不舍 但这终究是小鹿最好的归宿 世界上最无耻的距离 就是明明你就在身边 却又盼若天涯 尽管夏天的风是灿烂的 雨是污天黑地的 所以世间的美好 从不在乎天长地久 而是在于曾经拥有